Hello 大家好,又到了我们的这个车主分享的时段 那今天我找来的这个车主,他开的是目前市场上号称性价比最高的这个 SUV 那就是我们国产的 Proton X70 的车主了 来我们掌声欢迎一下 Jason 大家好,我是 Jason 那 Jason 可以分享一下吗,你买的是什么版本的这个 X70 我买的版本是 Premium 的版本啦,是最高的版本啦 那时候是 2019 年 CBU 有 Sunroof 的 那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吗,为什么你当初会选择这辆车 其实当初是没有想要买这辆车的 是我父亲他喜欢看 YouTube 所以当时时候最 hot 的 YouTube Video 就是 Proton 它会带进来一辆 SUV 就是很特殊的,所以那时候 其中一个功能就是你用 Voice Control 所以你可以跟他讲你要开窗口 老人家看见,哇,新的科技 就有他好奇心哦 当时因为我有想到 又是一辆 Proton 又要去买一辆 Proton 因为之前我也是用了很多辆 Proton Saga, Vira,然后 Wadja 然后又要买多一辆 Proton 了 可是去年 12 月的时候 我们去一个车展的时候 就开始去看他们展览了 那时候没有好试车 就进来去看,诶,不错哦 你大概大约 120 千,有一个 Nappa Ladder 然后 它的设计又有一点好像 Ikea 的设计 这样一个冰橱的门 然后 它的 Design 又 诶,好像 Continental 一点的 Design 比较 Premium 的感觉 比较 Premium 的感觉 因为你那个时候你想到 120 千,你能买什么车 当时是只有 HR-V 哦 你感觉到有点高松啦 高松顶级的 CX-5 CX-5 然后,没有了啊 SUV 方面 我觉得是没有能够 有一个五人做的 能够有这样的配置哦 我觉得是你讲这辆车你是去年买的 对 去年啊,像你开了大概是都有一年多了咯 20 个月吧 超过一年半吧 嗯,这样你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吧 你觉得这辆车整体的这个表现是怎样 其实蛮不错的啦 因为我那辆是第二 第二版本啦 是第二个 Batch 的 嗯,所以整体的话 Touchwood 到现在为止是没有问题啦 完全任何一点车车都没有 嗯,没有 哇,这样你 算是蛮幸运的 对,我觉得你是蛮幸运的 因为其实我们在网上都有时常看到一些 X70 的这个车主分享他们的车子 遇到什么问题这些东西 所以你是完全没有遇到啦 我完全是没有遇到啦 嗯,这样我觉得你对这辆车是满满意一下的咯,应该 满满意一下 只是油耗就比较没什么满意啊 哈哈哈,可以分享一下你的这个油耗吗 平均大概是 嗯,如果是 呃,我驾高速公路的话 驾的慢的话 可以下到6.5 可是如果在城市的话大概 8.6,8.7 左右 这个是Liter,8.6,8.7L Liter per 100km 这种公里啦 因为是要驾到比较 要控制你的油耗的话 你要控制你的油门啦 所以你不能驾 因为一驾快它就开始上啦 那你这台车现在开了多少公里了 呃,其实不多啦 大概2万6千这么多 OK 因为我家里里面有几辆车 所以这辆车通常是因为我父亲喜欢 所以拜六礼拜的时候用这辆车 带他出去走街 Family Car 这样 Family Car 这样子 嗯,这样我觉得我可以问你这个问题啦 你觉得这辆车有什么优点和缺点吗? 你有什么喜欢和不喜欢的地方? 这个车其实优点蛮多啦 因为好像我刚才所说的价格方面咯 然后第二就是它的设计咯 它的设计 完完全给你有一点点的感觉 好像S Class 这样子 然后还有一个董事长的 Boss Switch Boss Switch 好像你做 Camry 里面有这样的设计 因为你SUV 你很少见到有这样的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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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全部都跑了 好像Android 这样子啦 OK 这样有没有什么不喜欢的地方吗? 不喜欢的地方可能是说 因为我本人还没有遇到这些问题啦 可是很多车主 他们遇到的困难就是 Parts 的问题咯 因为有些车主 他们遇到车祸 然后 呃... 车已经差不多两个月 那边没有维修 一些地方可能是在 呃... Parts 方面 呃... 呃... 我的车是没问题 可是 呃... 新的车可能是有一些问题 好像... 比较后期啦 比较后期 嗯... 可能QC 是比较差了一点啦 嗯... 有什么example吗? 遇到什么问题吗? 好像Bits 蒸气 我听到很多车主 刚买不久 就有声音 所以他们 必须要换咯 嗯... 然后...呃... 他们就称为一个 咕咕咕咕的 呃... 呃... 有一个... 呃... Facebook 那边就开始成效哦 嗯... 然后就有...呃... 我们所谓讲的 计生机 就是那个... 风扇 那风扇 像有些车主 遇到的是他会跟那个... 呃... radiator 摩擦这样子 摩擦?! 好像摩擦 好像声音一样 很大声咯 而且一些时候就不会有 就没有 而且呃... 一些车主就回厂 嗯... 要修要换 可是 parts 就... 呃... 没有咯 所以... 在这方面 令我担心了 parts 会比较麻烦一点 会比较麻烦 因为一些车主 还甚至说 Spa-plug 没有啊 黑油没有啊 在他们的 SC 啦 可能是他们的 SC 是在比较乌鲁的地方啦 等一下 Spark Plug 和黑油没有啊 曾经有车主在 Facebook 这样子投诉啦 我 so far 我没有遇到这些问题啦 OK 因为黑油和 Spark Plug 这个没有的话是有一点特别啦 OK 可能也不可否认啦 因为 Covid 的 他们的那个供应方面 是的确有受到影响啦 所以 Jason 刚才你都已经有提到说 你的这辆车子是没有问题啦 你本身是有加入这个 X70 的车友权吗 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吗 就 X70 有什么痛病 还是有什么小感觉这些 首先先讲 CBU 方面啦 CBU 方面呢 最... 不会讲最大 最通常的毛病就是那个牙箱会转哦 所以 Porton 他们其实有 有给了很多 update 啦 所以一些车主觉得转得很够力的话 然后他们就回车厂 他们就 update 有些就解决到问题 有些还没有解决 可是问题是小啦 其实 因为没有嘎吵到引擎这些啦 他们只是觉得你驾那个车就没有这么睡 比较不舒服啦 比较不舒服啦 他不是常常是有那个车 他是偶尔就有出现这个问题啦 嗯嗯嗯嗯 在 CKD 方面呢 曾经我是有看过是 牙箱恢复软件 讲 Overheat 啊 嗯嗯 然后一些就是讲它 因为它跑那个 Electronic Brake 啊 嗯所以 有时候会走出这些 Error 这些问题咯 你是讲 Electronic 的那个 Parking Brake 你的不是咯 你的也是咯 我的也是啦 因为可能设计的牙箱不一样啦 OK 一段时间 CKD 刚刚出来的时候 很多这些 Parking Brake 有这些问题啦 会出这个 Error Code 啦 因为它不是说你驾这个车它会出来 还是刚刚要进车要 Start 车的时候它就出来啦 可是 Proton 过后 他们有 Upgrade 了那个 System 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嗯所以已经算是解决了啦 对 现在的 呃 所谓的长问题就是 避震器咯 声音跟 那个 Radiator 风扇咯 嗯就是赶紧讲到啦 对啊 不过我有个问题要问你啊 你的这个 你的车 电池受发 寿命怎样 我的电池受发还不错啊 已经 从第一天拿车到现在还是 用同一个 Battery 啦 可是我看到很多 很多车主都是大概 有些不到一年就已经刮啦 嗯 这样你知道这个原因是什么吗 其实它真正的原因 应该是 里面的车很多电子的设计吧 因为你一锁车 那个车还是会跑 对对 因为据我们所了解就是它的那个 呃 它的那个唱机 它的那个 Operating System 还在 后面跑着 就一直跑着 所以就无形中是有在耗电啦 那这个是 呃 如果你想要买这个 Axis 的话 就需要注意这一点啦 OK So Jackson 接下来我就要问你在 Maintenance 方面 保养方面的问题了啦 这样这辆车 在那个保养方面的费用 大概是介于多少钱 大概是三到四百吧 叫普通的 Service 换黑油 换Oil Filter 这样子啦 嗯 这样其实这个 Range 也 还算是可以接受啦 就是以一辆 比较 premium 一点的车来讲的话 其实是比较普通的 对我方面是 比较OK 因为它其实是用 Fully Synthetic 的油嘛 它不是用便宜的油 所以价格还蛮OK的啦 嗯 那接下来就是 比较重要的一个问题 就是你去的这间 Service Center 你觉得它的这个 After Sale Service 方面 表现如何 嗯 我觉得蛮不错啦 因为你去到那边 又有地方休息 坐下来 然后他们又有一些 甜品这样子吃 嗯 以前的 Proton 你就看不到这些东西啦 现在他们是 追求的 After Sale Service 这些咯 嗯 所以啊 你去 Service 啊 比较舒服一点 然后过后你 Service 了车 他们会跟你 Follow Up 问你整个过程是怎样 OK 还是不 OK 有什么要 怎样 Improve 的方面咯 就是会问 跟你拿 Feedback 啦 对对对 他们很常拿 Feedback OK 这样整体的 他们的这个 工作效率方面 Efficiency 方面是怎样的 Efficiency 我觉得还 OK 吧 嗯 算快啦 算快了吧 嗯 所以你通常 Service 这样大概 花你多少时间 大概都是 如果我没有 我没有去真正的去计啦 大概有三到四个小时 这样子 还 OK 还 OK 还 OK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 你身为一辆 X70 的这个车主啦 嗯 你有什么 想要和观众分享的吗 就是 包括 或对这个 X70 有兴趣的朋友们 或者是已经是 入手的 X70 的车主们呢 你有什么 关于这方面的资讯可以分享的吗 就是需要注意什么啊 还是有什么 可以避免啊 等等的 可能是定时要 Service 咯 他们建议可能 E1 要去 Service 你可能可以提早一点 因为 涡轮引擎都是比较热的啦 所以你尽量能够在 五千七千这样子能够 换油的话是最好啦 嗯 就是注意油方面 因为这辆车其实 厂家是有给 warranty 所以你跟他的 program 一起跑 就没事了 那就是说 就算是有一些问题 遇到一些小问题的话 其实你回原厂 他们也是会解决给你 对 因为你有什么大小问题啊 好像油耗比较高啊 还是 就是 车有一些小毛病啊 就回厂 然后 让他们解决啊 如果 因为很多车主就是回厂 解决不到 他们就 上 Facebook 这些 来投诉 我不讲投诉啦 分享啦 然后 其实 Proton 蛮不错啦 他们是有 关注到 然后他们会 跟车主 follow up 但是就是 像你刚才讲的 就是可能 如果真的是有一些零件 需要更换的话 就可能需要等一段时间啦 目前 这台车是有这个问题 是不是 这台车的确是有这个问题 可是如果是 HQ 方面 他们联络你 通常他们是会 很快 很快 很盡量看他们的 inventory 有 他们就很快就 运送去那个 SC 然后 就帮你解决这个问题了 嗯 那你还有什么要分享的吗 除了这个 这辆车其实 呃 的确是一个涡轮车啦 所以如果你是以前 驾过 Vios 啊 普通的 NA 车 你一上到来这辆车 你会 第一个感觉就是 哇 油 蛮 油用的蛮多啦 嗯 这个是一个 expectation 所以你不能说 你进到来 你的油耗量是差不多一样啦 嗯嗯嗯 很多车主是 有这个 就是要有心理准备 但是这辆车油耗 就是这样子的这个 level 就是这样子的 level 嗯嗯嗯 还有吗 还有音响方面咯 因为很多人 呃 见到是 Kenwood 一进到来 就 以为好像是那种高等级的 呃 Di Audio 啊 还是这些的 就对它这个音质 会有要求啦 对有那个要求咯 一进到来 一看买一个 Premium 版本 就有 Subwoofer 就感觉到它的 Bass 就很厉害这样子 很厉害这样子啦 呃 其实是它是有 Bass 只是它打的力 就没有这么多啦 嗯 OK 其实啊 啊音响方面也是可以做一些 做一些改装升级这些之类的 啊 可以啊 可是你要关注就是说 Warranty 方面咯 因为都是 动到 Wiring 咯 因为这辆车 其实是跑很多电子的 啊 所以它是 有 Canbus 的功能在里面 所以 就是看技术方面咯 他们怎样更改咯 呃 如果你一动到 Wiring 的确是 厂家是会 Voit掉 Warranty 等下你刚才讲 这辆车是有 Canbus 的 管车驾 Volkswagen 啦 因为我 Volkswagen 也是有 Canbus 嘛 所以我就很好奇 这辆车会不会出现那种 Checklight 什么之类的 老实说啦 它是会 不会很常出 Checklight 啦 它的车里面的确是 久不久会有 Error 它是小问题的 Error 就是 Communication 的 Error 罢了啦 只是 呃 这些小问题会 会导致你的车的 油量 呃 比较高 一点点 然后你的 呃 力水就少了一点 因为它会 进入一个 Lean Mode 就是安全模式 好像 Lean Mode 它是 比较减少一点它的 呃 所以你的车不会有问题 可是它又不会出那个灯 导致你会紧车 走一看到有灯就开始紧张咯 就开始 骂 厂家 哦 你的车不好啊 有问题这些方面咯 所以它会 调整啦 然后你回到车厂的话 他们就会 研究 看是什么问题 就开始解决咯 你刚才是讲这辆车 它其实有 Error 的话 它是不会跳灯出来 小问题就不会跳咯 如果大问题 好像是牙下有问题啊 这些 它就会跳咯 小问题方面 好像唱机跟 呃 你的表 车表 communicate 不到 它是会有 可是它是不会 因为那不是小问题罢了 过后它就能够 communicate 就没有问题了 这样 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 是一个好的东西 好像我自己的车 就是很常跳灯出来 告诉我 灯泡烧了 或者是这个什么鬼 这个什么鬼这样子 我觉得这样子反而是更加好 那对一些人来讲 它就会有一个 音响讲 这辆车好像很多问题这样子 可是 其实对我来讲 这个CAN BUS 的 Function 是蛮好的 我是蛮 impressed 原来 X70 是有这个东西的 那 刚才讲了这个音响 我又要问你了 唱机方面 其实有什么需要留意 还是有什么东西可以分享吗 因为我们都懂啦 其实 X70 的这个唱机 是蛮多车主投诉的 对 其实投诉方面 你要看一个角度来看啦 因为当这个车一Launch 的时候 他们是给一个 Free Music 所以你进到车 你可以听 它是上网有 Server 能够给你听歌的 只是来到今年 它就开始转去 Juke 所以很多车主投诉 为什么要转去 Juke 其实你另外一个角度来想一下 去年你所听的那些歌其实是 不好讲咯 不好讲的话是非法的啦 Unlicensed Music 所以它为了避免遇到这些问题的话 它就转去 Juke 然后 Juke 方面 你要有订阅啊 你不要订阅啊 你不要订阅啊 它其实有 特别的功能 就是说你每天 要Log In 这些 然后拿 Token 它就给你免费这些咯 所以它是一方面 要推动 这个车是给你有这个 Feature 可以听到的 可是 你要下一点功夫 其实就是比较 因为它是一个 互联网 就是一个 Online 的 Feature 所以这方面 是比较新潮了一点 可是它也有 普通的 Music Player 是不是就是讲 如果我插 USB Pen Drive 其实它也是有 普通的 Music Player 只是它们在主打这个 Juke 是吗 这是它其中一个 主要的一个 音乐播放器 这个方面 其实就好像 我们听 Spotify 其实就是如果你 听你有给钱 Subscribe 这个 Premium 的话 就比较多功能咯 这方面我分享一下我本身的这个看法啦 我是 本身是比较不喜欢这个唱机 在功能性方面 它不够主流 因为它支持不到这个 Google 它又支持不到Waze Google Map Spotify 这些我们 马来西亚人 用的这些主要的这个 功能啦 主要的这些所谓的APP 然后它又 没有支持这个 Apple CarPlay 没有支持这个Android Auto 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 这个 它的这个限制方面 就比较大了一点 如果你问我后 我反而觉得没有 High Proton 然后没有这些什么 Jokes Player 这些没有关系 你给我一个 Apple CarPlay 或者是Android Auto 我反而更加开心 因为我可以直接用我电话的功能 我就可以开Waze 开Google Map 然后听我的Spotify 我的Playlist 这些 甚至你要我听YouTube 都可以 那我觉得 这个唱机 我本身是不喜欢啦 它其实是一个特点 要比起其他的厂家的特处嘛 因为你觉得哪一辆车 你能买到就有一个Music Player Online Music Player 上时性是没有嘛 如果你的车本身有Data 又有能够免费听歌 不讲免费听歌啦 甚至还要Subscribe 如果你不要Subscribe的话 还要做一点功夫啦 我觉得蛮不错啦 因为它的特点 它的Selling Point 你买了一辆车 它全部有 那这个真的是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看法 所以 如果你真的是在看着这台车 你要入手之前 你就是要先有 在这方面做好这个准备啦 就是你买了这辆车 你就要接受它的这些东西 所以如果我要你平分的话 你会给这辆车多少分 10分是满分的话 大约7.5吧 7.5啦 因为的确是有一些配备 还是不是讲很好啦 可是在设计方面呢 不好听的讲一句是叫做 Rojak 啦 它是的确是把每一个 车的特点拿进来 好像它的方向盘 它的变速箱的Nord 其实你去看回V70 Volvo 啦 它是的确差不多一样的Design 然后它有那个Porsche的Handle 这些 所以不能再挑剔了 在这个价钱 感觉到 你能够买一个很Premium 的车 是算满意 这个价钱真的是 我觉得这个性价比就是它的最大的卖点 最大的优点 对 所以没有后悔咯 没有后悔啦 OK 那好 我觉得这个影片到这里 就真的是时候结束了 我们今天要谢谢Jason 这里上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分享一下 它身为一个CBO版本的X70车主的感想的看法 那不知道大家对这个Proton X70有什么意见吗 又或者是你是这个X70车主的话 你有遇到什么问题的话 你也是可以在下方留言给我们知道 和我们分享一下啦 就给更多人知道这个Proton X70的 这个优点缺点还有任何 所有的这些细节的这个方面的资讯 那我是小明 我们下一期的这个节目再见 不要忘记 如果喜欢我们影片的话 记得按赞分享 还有订阅我们的频道 你看Jason 都帮我们啦 Jason 谢谢你 好啦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by bwd6